大家好 我是韩国人 我们是打假 然后就在前几天 我相信大家都要看到韩国人有做一集 也就是这个09万 她首次公开说 这个蔡同学他们要怎么样称香港 然后韩国人真的当时很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听到她里面说要编列预算 等于是编列人民的钱 就当时我影片po出来 还有非常多这种决亲朋友 还不太相信 还跑来问韩国人说 韩国人你哪里有证据是说 他们有要编列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去救这些香港有可能犯法的人 结果就在昨天 我们陆委会啊终于开记者会啦 然后主要的内容也就是什么 主要就是要讲啊 公布这个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 哇讲到好像是什么 讲到好像是什么弱势妈妈关怀 哇香港人道关怀行动专案 结果韩国人看了真的是怎么样 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个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在讲什么啊 而且你真的你去看他记者会 整个段落 加上待会韩国人会告诉大家 很多荒谬很多黑箱 完全说不清的地方 那韩国人先简单帮大家报告一下 昨天到底这个记者会 要如何去撑香港 其实为什么韩国人觉得荒谬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蔡同学从上一年 一直说要撑香港 而且撑香港又是什么 蔡同学的主要政见 就搞了老半天 从蔡同学五月多抛出这个 要对这个香港要有一个答复 就是说要对这些 所谓的示威游行者 要怎么样去救他们啊 或者是对这些所谓的港独人士 要怎么样去救他们之类的等等 结果搞了那么久 就搞了一个让大家都看不懂 听不懂的东西 然后最重要的是韩国人要告诉大家 今天很夸张的地方在哪里 很夸张的地方就在于啊 这个一切的一切啊 这个就跟什么不当党产啊 或者就是一堆这个民进党 一上来 用的这一堆黑机关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而且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2018年民进党怎么大败 韩国瑜是怎么赢的 都是跟这些黑机关 所谓的东场都是非常大的关系啊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我们当时民进党的东场 当时要怎么样搞掉侯友宜 结果当时是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录音 有一个比较有良心的人 把录音公开了 大家才哗然 但是各位 一下大家又忘记了 结果今天你看 民进党毫不犹豫怎么样 不要脸又在那设立一个黑机关 然后重点完全没有跟人民讲清楚 来我马上告诉各位 昨天记者会到底在讲些什么 那昨天记者会啊 主要就是这个陈明通啊 公布这个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 然后他就表示啊 反正他要为这个台港啊 设立这个对外的窗口啊 也就是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你看酬庸又来了 重点是你看媒体也不会有人讨论 这个酬庸的单位 你看又出来一个什么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还并提供三种专案服务 请问一下是多好几百万香港人要来是不是 啊到底在干嘛 然后重点来 外界啊关注这个远港专案 如何帮助寻求庇护的港人 这个陈明通强调 现今法律授权是援助 而非救援 对方一定要进入台湾 而有符合港澳条例18条情形者 所以各位今天他搞了一个什么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其实实质上他的内容是什么 就好像怎么样 我换了一台iPhone12 但是他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iPhone7 他里面就是iPhone7的这个晶片之类的 等于是怎么样 我多找了一些人 我多花了一些人民的预算 请了一堆人 然后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但是实质上做的都是怎么样 跟过去一样 只是我得跟人民交代啊 我得跟这些台独还有这些年轻人 交代说我们有撑香港 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办公室 所以你可以看到绿媒 在昨天的记者会的上面的留言 很多人都是怎么样 支持帮助香港 香港加油 把香港人通通接走 你看这什么多低能的社会啊 各位朋友 大家都完全没有感觉到 这根本在骗你们啊 各位朋友 用一样过去同样有香港可能需要庇护的人 用同样的法律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法律的啊 这个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的第18条是什么 就是对于因政治因素而自安全及自由 受由紧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门居民 然后提供必要支援助 所以各位今天就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东西 只是帮你再设立一个单位 然后帮你多请人来 请多少人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主要啊这个陈明通指出啊 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将于7月1日起营运哦 所以是7月1号已经快营运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在怎么样装潢之类 在浪费人民的纳税钱了 而且现在疫情当头 你要怎么样把他们的人运过来 你连我们台湾一堆还在对岸 回不来的这些台湾人或者陆配 你都没办法把他们运回来了 你还要先运香港人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而且我相信各位前几天都有看到一则新闻 也就是这个在台湾的这些陆配啊 希望自己的小孩啊 因为在对岸一直回不来嘛 然后就去跟我们蔡同学们啊 抗议还跪下来求啊 拜托你们让你们的小孩回来好不好 完全不回应 结果你看先回应这个香港人 然后是鬼扯的什么办公室 好来他说该办公室啊 设置主任副主任各一名 所以各位两个人要吃饭啰 下设有咨询服务专案管理 以及行政事务三组 所以这三组各位要有多少人 然后他主要是远港专案 除了协助来台的抗争者庇护外 为什么是抗争者 你看那些之前质疑我讲09万的那些朋友们 你看他的确就是要拿我们人民纳税钱 来庇护那些抗争者啊 那些抗争者为什么要来 很简单因为他犯法啦 他可能打杂烧啊 可能就像之前我们看到他去烧警局啊 然后各位重点我刚刚讲 咨询服务专案管理与行政事务三组 请问下要多少人 请问要多少钱 请问该办公室设置的主任副主任各一名 他们一个月拿多少 结果啊 这些问题啊 我们的媒体啊 第一个哦 因为这陈明同刚讲完 一堆听不懂的话完 然后马上怎么样 让媒体询问 然后就第一个记者 我还记得就是ET Today的记者 马上就问 请问一下 这些不管来到台湾的啊 这些因为他里面还有强调什么 你来到台湾寻求庇护啊 他要提供的港人来台就学就业 投资创业移民定居 以跨国企业 国际法人团体来台的专业咨询 以协处服务 哇 台湾人现在疫情 大家都苦哈哈一堆饭店倒闭了 哇 你还可以辅导这些 明明不必要的所谓的香港的人 就因为你 蔡同学当时要讲称香港 就你搞了一个 又是一个黑机关 又是一个不知道里面怎么样运作的 然后结果记者当时就问 你要怎么样让他来台就学 就业投资创业 或者这一些人来台湾 他说这个陆委会他们这个单位啊 也就是这个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要编列预算 请问一下这些人来台我们要花多少钱 就我们陈明通完全怎么样 完全不告诉你啊各位朋友 完全跟你怎么样 跟这个记者在迂回 完全没有讲我们要花多少 你连一个花多少钱 人民纳税钱你都没办法解释 请问一下09万去哪里啦 你不是最讨厌黑箱吗 你这样可以接受吗 完全没有告诉你花多少钱耶 所以你们民进党执政 就可以这样乱花钱就对了 就可以乱搞一个办公室 然后请这么多人 然后要服务多少人 这个记者当时又问他 这陈明通你们这个要服务多少人啊 有没有具体的啊 现在完全不知道 各位啊 民进党都骗子一堆啊各位 我们的振兴券在那一千换一个实质上 只有两千块的券 就已经搞得让台湾人已经愤怒到的 就你今天你还要搞这些单位 然后去帮助那些可能在香港犯罪的人 然后因为今天陈明通已经怎么样 已经证实了 所以今天不是单纯从零九万 一个民进党副秘书长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这已经是证实东西 然后完全不知道内容 记者问他一问三不知 重点 我们的新闻媒体也没有怎么样 也没有去抨击啊 也没有说你看 这个陆委会黑箱 要搞这个办公室 完全不告诉人民要花多少钱 有编列多少预送 完全没有 请问你们可以接受吗各位朋友 所以人民的钱都这样乱花 然后就一堆所谓的逃犯 所谓的真的在那犯罪要可能被抓的人 我真的觉得很过分耶 蔡同学已经怎么样 他这样一搞等于三骗啦 第一骗 你骗了这些支持你的这些 所谓的英粉们 英粉们很期待怎么样去撑香港 在我看来 我们认知里面撑香港 派军队啊 去帮香港啊 也不敢 然后接下来也骗了这些 香港的示威游行者啊 我当时都还记得最经典的是什么 这港学生会长啊 当时就批评啊 这民进党用港人的血骗台湾人选票啊 讲的太好啦 马上帮大家复习一下 还是当时2019年12月多的事情 就最悲哀是什么 这个港学生会长啊 批完民进党啊 召这个1450出征啊 当时被骂翻啊 一堆网友怎么样 一堆这个所谓英粉们啊 就说我们有没有欠你之类的 讲一堆啊 结果好笑啦 结果这个学生会长当时还怎么样 还来道歉啊 还说自己是用词不当 请问一下你们这些香港人 有没有搞清楚 到底什么叫做言论自由啦 你们一直在争取自由 结果自己在台湾被出征 然后被这些所谓的 整天要帮你们撑啊 要让你们民主自由的人 结果怎么样 被打得体无完肤 完全已经没有言论自由了 那你到底要什么自由啊 所以今天民进党 第二个骗的就是这一群 所谓这种香港的这种 学生会长 然后接下来就是骗什么 骗整个台湾啊 搞了老半天 只是用原来的法律 然后只是在用一个 好像原来的法律 plus 对不对 帮你再加一个判公事 然后又花人民的钱 然后来的人问你要花多少钱 你也没办法说 你要辅导他就业 辅导他怎么样念书 要花多少钱也没办法说 所以各位为什么我前几天会说 台湾基本上玩完了 因为昨天破顿就讲那么简单了嘛 对于美国 我们最敬爱 我们最跪舔的美国 竟然川普讲台湾就是一个什么 像一个笔的笔尖啊 这个小小的 说大陆就像一个桌子 然后完全怎么样 其实内心之中根本不屑台湾啊 因为台湾根本也没办法让他得到更多选票啊 我们捐了那么多口罩给美国 几百万个口罩都是台湾人的纳税钱 结果今天是这样被美国对待 然后被美国对待以外 然后我们蔡同学继续要把戏眼还 然后还花那么一堆钱设立办公室 不把那些钱省下来给人民 可恶啊这些人啊 真的台湾没救啦各位 赶快存钱吧 以后就要怎么样 以后一定要把这些人抓出来啊 真的太可恶啦 好啦 如果希望啊 零九万啊 看到这个黑箱啊 一定要出来霸占立法院啊 记得帮我按赞 然后帮我订阅 帮我把小铃铛打开 如果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打架按讲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儿子 恢复 儿子 儿子 旴儿子 agen 儿子